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就说明显特朗普发工就是不一样 咱们可以先看看这个照片 这照片有意思了 这老头叫涡轮 香港人叫华伦比提 康义不能叫他老头 他是我们心中的男神 我这个年代的男神 好英俊 你别看他颁奖颁错了 可是有一本书中为他算过 传说他这辈子到现在为止睡过一万两千七百七十五个女人 包括什么麦当娜 包括什么肯尼迪的遗孀 那个杰奎林 甚至是包括伊丽莎白泰勒 哎呦 那家伙这辈子没白活 一万多 一年就三百六十多天 三十几年不会吧 乱扁 关于他的一本书 不 当然 从数学上就算不过 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承认过的 江湖传说好像连希拉丽也睡过 是这样传说 因为他承认 他公开说我是性上瘾者 性瘾患者 他说这是从早到晚 刚好送走一个 那另外门外 他明显了多英俊 所以我刚才抗议 不能叫他脑头 男神啊 男神 他那个他这样形容 他说真的 刚前面的女人 从我床上下 左边下床 右边就有一个 马上上床 连我推都推不走他 每个女人的 哎 it's a good story to tell 我可以告诉人家 哎 我睡过华伦比提啊 他让我睡 我也睡 所以 不是 就这种人呢 其实过去咱们 要是男尊女卑的讲 就觉得这是男神 羡慕他 可是后来 我又想 那么多的名女人呢 就睡他 其实可能那些女人 反倒心里觉得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个牛郎嘛 这就是我群下之臣 所以说说不清是谁睡谁呢 哎 但是有人说了 说发生了昨天晚上那一幕 昨天那一幕之后呢 可能那个本届奥斯卡的那个影后会成为第12776个 不行 这个是我的女神 还蛮动 不跟她睡 再看下边 昨天摆这大乌龙啊 就是 这就是在年轻的时候 你看出牛郎份了吗 看出牛郎款吗 这我要是女人也可以睡一下嘛 对吗 来 再看下边 这个是维基百科 我发现照样不含糊 说拉拉烂得了2016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五分钟 然后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谁啊 这个是CNN的报道 CNN报道是这么报道的 这个获奖的是 蒙来 然后你再看下边 刷掉 这个是什么呢 这次一众微信公众号 你知道吧 全完了 因为就等着那一刻呀 这一宣布 登登 全按出去了 所以你现在一看标题都是爱月之城 腾大赢家 这都是微信公众号 但是你点进去一看呢 文章删除 这东西也挺有意思 你再看下边 这是我们的小编辑 我的男神很厉害 我觉得因为他一看到 其实他知道怎么回事 他知道 可是呢 他就把他推给那个女的 不不不 看来他是知道结果 对不对 所以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呢 他去信封里 他年纪到底大了 他没想到是拿错了信封 他就去那个信封里找 还有没有另外一张 你想这个思路 他以为可能我拿错了一张 结果里边找不到 找不到这个时间又耽误久了 那女的就拉过来就读了 不是 你不是主持人 这个你 你觉得他是年纪大了 相反 我正看出老奸巨华的地方 就是你知道吗 我昨天跟他们讲 后来他们给我上了微博 这下我臭没眼睛了 我说这有我的遗风 当年我也这么干过 你知道当卡片 这个字认不清 或者是你发生了怀疑的时候 推给旁边的人 我就交给旁边的搭档 同时还做出一个 请他颁布的这个手势 你知道吗 对方觉得我很谦让 结果 我跟他们说 这叫支支为支支 不支给别人 而且他很重要 所以我跟他一件一样 脑间巨华 蛮聪明 有疑问 而且他风度很好 很淡定 然后笑一下 那个叫什么 僵尸脑的蜡 很淡定 给他 要看见那女人 怎么来公布 我当年这么干的时候 你比如这女搭档 你说你想 他完了之后 他即便不感谢我 他至少他不能怨我 我是把颁发的 让给你了 而且最近这个发奖季 从金球奖开始 无数的奖 这个声音 已经大家听了无数遍 拉拉链 中文已经把它翻做拉拉链了 拉拉链 这个是最适合 哎呀 这个我跟你讲 艺术的事情 不管对错 真实就是美 那个发奖仪式当中 做了一段 假装是真实的 我一直怀疑它是假的 就是搞了一批游客 进那个剧场 好像大吃一惊 我有点怀疑 这个是不是真的是游客 因为如果真的是游客 进去反应可能有点不一样 而且进来就这么拍啊等等 我当时就在想 真人秀 要是不是真的 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对不对 人家开生日 他得要所有人都要知道 就有一个人不知道 这个戏就能演下去 大家都觉得很真实 在体会他的心理 对不对 结果呢 没想到最后五分钟是最真实 现在大家回放哈 你们看 那个这个拉拉链的那个监制啊 那个老板啊 是他后来出来宣布的 他已经谢子都说完了 是他第一个 然后去叫 其中他们现在把每个人的表情 是遗憾的 是尴尬的 是什么 但是这个人的表情 他们说得分的 应该得最佳风格奖 他就马上说是真的 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 然后拿那个出来看 然后最后就是说 我很高兴把这个奖交给 你想人之常情就会 首先先问主持人 你们搞什么吗 这是怎么回事吗 你们给我搞 对不对 有个不满意吗 所以这个人性 真的这个五分钟的 全部真实的包容 很淡定 因为我在想 假如出现在其他场合 会怎么样 可能有人肤瘦而去 有人抱怨 他很淡定 大概看他们的截图 就是那么一秒半秒的 脸色不好看 但是我觉得 这也非常有意思 你知道吗 就感觉 就像是一个平行宇宙 我们看到了 在一种可能性下 Lala Lion真的得了奖 我们也听足了 他们的获奖感言 其实对观众是很好的 原来准备憋着什么 获奖感言 不也给你机会说了吗 主持人的精彩 主持人说 不管怎么样 大家听多一点感言 然后他说 我反正只做这一次 我就不做了 我早就知道会出插座 这种人都文涛级的反应 这个主持人很厉害 我的反应还是属于 这个瓦伦 瓦伦 瓦伦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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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伦伦 后来出来 编辑 你看他马上出来 他拿出那张纸 他的意思是说 我没错 我没错 上面写的 Emma Stone 然后讲了这个电影 你说这个人性的表现 人性的表现 门边一个主持人 就是这个脱口秀的 这个主持人 叫鸡毛 也很精彩 你看 你看没有 他的第一反应 第一反应 是要分清责任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看这都是这个 瓦伦伦的错 然后呢 过了几十秒钟之后 我觉得 他心中有所反思 承担起 你看我们主持人 那个当然全场的错误 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我就耶稣 对不对 不是让我耶稣 就是说 到最后就是说 也是半开玩笑 调侃的 他把这个话 又拉回来 就是说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早说了 我下次不做了 他一开始就说过 他说 我是第一次做 从你们换 主持人的频率来看 我大概也是最后一次 他一上来就说了 这个人是一个 其他类的节目的主持人 我觉得很好 从这种表现 我现在打个赌 我觉得明年 其他的机会很大 他旧场 坦白讲 他旧的不错 而且他现在又预告 说我明年不做了 明年没有份 这最后一次 那可能大会 故作大方 你知道吗 你真的 会找他回来 奥斯卡颁奖礼 就是颁奖典礼 我每年都看 我很大程度上 就是看这个主持人 而我就感觉 说实在的 这玩意真的是有不同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主持人 真的是说好主持人太难得了 你知道吗 你比如说中国主持人 说十个去主持一个东西 对吧 也许有两个 有三个是很上加的 但是你不敢保证 这十次都很好 可是以我所看 不是说完全没差别 但我所见到的 大多数的奥斯卡半奖礼 我都觉得这个主持人 熠熠生辉 你想下面那个 那个你同性恋的 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都我都忘了 那都是美国著名脱口秀 主持人 包括那个黑人的那个 就是每一次这个主持人 我觉得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亮点 你像我是做主持的 我知道你发挥时长 都是很经常的事情 但是 当然主持非常重要 灵魂 那另外就是说 其他的明星的配合 你知道吗 比方说我看 台湾的班长 内地我看的比较小 有些主持人也不错 可是当他调侃台下的明星 男女明星 你看到有时候 他脸臭了 脸臭了 比方说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不是去世的柯俊雄吗 柯俊雄非常英俊 以前演国民党的军人 什么 很好听的 配那个国语的配音 很好听的 原来他全部是配音的 他声音那么好听 你可以想象吗 假如 斗文涛替我配音 我会多红 对不对 那很好听的声音 然后我记得 蔡康勇在 金马掌盘掌里里面 调侃他 就说 原来他的声音 是讲台湾腔的国语的 然后声音很不太好听的 然后我们可能 错爱了柯俊雄 柯俊雄坐在下面 脸都黑了 好像要马上开仓一样 整个七一番菜你干你干 你说的对 其实在中国当主持特别难当 因为他这个顾忌的东西 而且是个文化问题 你像好莱坞 它形成这么一种文化 你跟谁开个什么玩笑 这个你发现没有 开了这个玩笑 人看上去这个范儿 依然是高贵的 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开点什么玩笑 至少说我吧 有些时候老觉得很猥琐 这个跟文化有点关系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再次提到 都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在建制中 我们都给大家看 大体 就是呆蒙 他上来就 中国网民给他起了名字 叫他呆蒙 他就调侃他 那个非常好的一个电影 就是Manchester by the Sea 他是制片人 他本来可以演男主角的 结果他就去演厂长 把这个戏给了 人家得了最佳男主角 那个片子非常好的 所以他就开玩笑 说你去演那个亏本的电影 什么什么什么 其实他那时候讲那句原文英语 贾如星 这是比较计较的人 会觉得不太好的 非常负面 Chinese ponytail 就是说去演中国的 拖鞭子的电影 我说甚至你可以说 拖鞭子尾巴什么很难听的 那个 当然在美国就随口讲 那假如有人计较 可以用 也是涉嫌歧视 对吧 对啊 如果较真的话 对啊 较真会 把中国人的形象等同于 那个输着小辫子的形象 没错 但这个东西真是有的时候 很微妙 这个分寸 但是我想这个作为现在全球最多人看的两个节目啊 将来学院里会做一些研究做一些比较 一个春晚 一个奥斯卡的发奖 这是现在全球看的人最多的两台综艺晚会 啊 你主持人 这边的要求是一排 啊 众生 啊 这一口 啊 而且要高昂 教育 孤雾人心 那边是一个人 发挥 不同点太多了 但我所看到的 却是越来越共同了 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共同了 我们的春晚在理想境界里面 要把这一年里边 国家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啊 要通过歌舞 快板 像是要不是快板了 小品 体现出来 要把最好的精神啊 要通过娱乐的形式体现出来 原来好莱坞是没做到的 现在向我们学习啊 昨天的晚会啊 从头到尾 就把特朗普的施政纲领重复了一遍 你看见没有 有十几处 但是去跟我们春晚的区别是 一个是歌颂 一个是抨击 这个恰恰是我想讨论的问题 有的时候 你不要像金正日 他是要下面的人都重复他的话 川普我现在发现他的厉害的地方了 他在选举的时候就厉害 他不花钱在传媒 传媒整天报道他 我现在看新闻啊 我都得了这个病了 一天新闻看下来没有川普 我觉得不满意啊 对 对不对 你记念挂念他 总希望他讲一句话 做一个什么事情 他不是效果非常好吗 你看昨天的会 他没出席 从头到尾都贯穿了他的身影 无数次 而且最重要的是 把他所有的主要的政策 全部重复一遍 修墙了 这个墨西哥的演员 这个墨西哥的演员抗议了 移民了 伊朗的导演说拒绝不来了 推特了 专门放上去 放推特了 梅里尔斯特利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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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他过分评价 全场起立掌声 你们想想 每一个都在重复他的最高指示 你们虽然是以反的形式重复 但至少效果全部提醒 你要想想美国中部的 投共和党票的那些保守的 中下层的美国的选民 他们看你这个节目是反感的 他们不会因为你嘲笑他们 就减少对他的支持度 我相信特朗普当然自己肯定不开心 但是他下面的那些 帮他策划的人 肯定会跟他说 没有什么不好啊 全部的好莱坞都在围着你转 围着他转 对对 这是假如咒那个影响力 什么什么 那个叫知名度什么 当然是好事 可是重点在于说 以前他运用这样手法的时候 是竞选 现在是执政 当你的身份不一样 你需要咒不一样 当你执政的时候 也不需要人家重复 去宣扬你的正纲 你需要人家是配合支持 假如他现在的悲剧 就是说还用着竞选时候的目标 你看很好啊 你们不断重复我的政纲 什么替我宣传的时候 来用竞选的目标跟手法来执政了 这就是悲哀了 这是美国恐怖的地方 但是恰恰现在这是现实 你知道他现在跟传媒全搞 搞坏了 白宫记者晚宴 他打破惯例 然后他们现在记者发布会 CNA纽约时报不邀请 昨天那个发奖仪式也提到 你们谁是哪里来的 就是说 但是你知道他做什么 他回到他的竞选的那些选民的支持 又重新开选民大会 这个我们很熟悉 这叫搞群众运动啊 他直接啊 而且他运用的词是以前 我们人民公敌 这个词是以前我们形容蒋介石的 你知道人民公敌已经很久没看到 而且你看 你多熟悉啊 这个声音 就是说所有这些机构 我都不相信 我直接跟人民对话 你看这个声音 多熟悉的这么一个恰恰 他现在又在 你说他是可悲的 我觉得他现在也是没办法 因为他的确是 把所有这堂人都是 都得罪了 他毕竟还是总统嘛 就是说 因为跟真正中药 他跟媒体的关系 其实是无所谓的 媒体基本上很现实的 也应该现实的 你今天跟我分开就分开 明天你还是要求我 他说我还是继续报道 但你不能把我封掉 对不对 对 那重点在于什么 重点在于说 反而这种什么关系呢 紧张呢 掩盖了其他的方面的消息 比方说 他大量的宣布提高军费 大量的减了环保的预算 Trump 这些实质的东西 大家还看到 可是毕竟焦点还在于说 他怎么样不去这个晚会 不去哪个 怎么样来贬低 Mary Strip 等等等等 这些 这个人到现在看 还是不可测 就是你不知道 他会干出什么来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 我把它当作一种 简单化的理解 我倒没想他多复杂 就是反而头脑复杂的是 希拉里克林顿他们这些人 他搞去兼顾很多方面 这个Trump 因为他本身性格的原因 我觉得他就有点 就说什么呢 认了死理了 就是说什么呢 你们都不喜欢我是吧 你们都讨厌我 可是我就赢了 我要是为那些选我的人而服务 就是我直接对他们说话 而且他有点一招先吃遍天 你比如他身边很多幕僚 肯定跟他总结 你这个推特 你别看你瞎发 但是实际上对你的人气很有帮助 所以你看 他还真的就整天在推特上继续他的这种风格 因为他觉得最后使得我当选的 正是这些个过去你们这些政客 完全看不到也想不到的东西 你们觉得我没品位 但是恰恰也许这正是我当选的原因 最近有不少的朋友来问我对川普的看法 有的人他们认为他将来会成为里根 那就是变成一个伟大的总统 有的人认为他会导致核武器的世界的这个惨剧 甚至是变成希特勒的那种做法 独裁控制 我对那两个都不确定 但我有一点我确定 我敢说我肯定 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娱乐化的总统 最具娱乐性的总统 你昨天这个整个晚会就证明了 他有多么多的娱乐性可以给你们提供 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是性格的还是策略的 所以为什么说他是个艺术呢 他出现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岂不是一种必然吗 历史选择了他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也说两句电影 好像真正这个什么月光男孩 只有家辉看 咱们都是 对同性恋电影最感兴趣 咱们都赌错了 咱们都去看那个La La Land 我很早看 那个片很简单 一句话总结 他是黑人版的龙头凤尾 黑人版的春光乍蟹 龙头凤尾春光乍蟹蟹 他受了王家卫的影响 听说了 因为他当然是讲同志 特别在于说讲黑人的同志 可是我们然后 第一个他完全很淡淡的哀伤 与其说他什么暧昧 奢情等等 不是哀伤 他觉得说 因为黑人是不一样的情况 我们一般说同志 白人同志 或者说我觉得 discrimination 歧视压迫 黑人是双重的 又是黑人 三重 他其实还有社会底层 他贩毒的 对 没错 然后假如这样说 适从 阶级矛盾 民族矛盾 性别矛盾 还别忘了 黑人本身 对于同性恋的反对 其实比白人反的更厉害 所以还太受着 自己皮肤的 同类的人的歧视 可是他在里面 还是坚持认定自己 那种无力感 我看完 感觉非常哀伤的 好电影 跟书一 所以他实际上 并不是个黑人电影 而是个白左定 我昨天还专门去 我以为拉拉链能得奖 我今天要说拉拉链 我说我去看看拉拉链 可能是我老眼昏花 我也非常喜欢爵士乐 但是我看着就平平无奇 那么多好评 但是徐老师觉得 看出道道来了 对 我觉得好看 我觉得他乍一看是 小清新浪漫主义 其实他非常有一个 现实主义的底线 就是说最后 我们不是常说吗 不能走进婚姻的爱情 就没有价值吗 对不对 就是说不能走到一起的关系 难道就没有意义吗 这些问题很多人讨论 我觉得这个很代表 现在年轻人的看法 我远方 我远方的田野 我的诗要追求 但是这个现实的东西 是非常重要 它还有个现实主义的底线 不过我推荐的是 这个Manchester by the Sea 海边的Manchester 这个是现实主义 真的是非常沉重 非常值得看 这个现实主义电影 就是说很符合 就是我们以前的 这个现实主义文艺观的 就是说不过挺压抑的 但是非常非常有分量 你说这个 我倒是想到 就是说他们过去 好像有一个感觉 就感觉什么嘎纳电影节 什么的柏林电影节 好像是偏艺术 觉得奥斯卡就是偏商业 这些年有点变化 其实我看到过的 我不觉得奥斯卡的评选标准 我得到印象是 奥斯卡的评选标准 第一 他有点咱们的批判现实主义 你看每年得奖的 你弄个瞎编的娱乐的 他不在乎 再有一个 你再说他怎么主流商业 我认为他还是有点 学院派的色彩 就是你也否则这种 什么越光男孩 包括那年拆弹部队 你看他还是就说 批判现实的 反映社会问题的 他还是有点这个劲 那个最典型的 没给阿凡达 给了菜单部队 没给了老公 给了他老婆 对 所以这个是 就包括这次 不给这个拉拉链的 我觉得这也绝对 就是奥斯卡 我看拉拉链 我觉得他也得不了奥斯卡 我看了四遍 拉拉链 不是因为他好 我通常好片 我只看一遍 我不想再看破坏感觉 烂片呢 我就会想再看 为什么我会觉得烂呢 是我眼光不够 然后我就反省 那我看的时候 感觉两个字 犯贱 为什么 那个男的那么 喜欢绝世悦 那个女的告诉他说 我不喜欢绝世悦 你应该转头就走了 你偏要继续追那个女的 还要说服他 绝世悦如何可爱 不是犯贱吗 犯贱 你还看四遍 我觉得是犯贱 这个挺用